放下枪 放下枪 不许动 放下枪 放下枪 渡警员手上 快要救五车 东西 没好人 没好人 三百万 我有十篇 在崩山做事 要想好自己的下场 好 你打了什么呀 打负了 打负了 啊 啊 大梁 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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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出什么事了 快快快 李飞 不要动 不要动 快 找人 蔡小小 你怀疑我 你说话了 老师 放瓢 放瓢 你的运气可是真好啊 子弹只是擦锅而已 再偏几厘米看你还怎么跳 剩盐水呢 我忘了 我下去拿 触目惊心 令文 根据可告警 隆平地区的贩毒分子 不但大肆躲着国内的事情 而且 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司机 和走普通道 把毒品划搏走私到境外 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 在隆平东山地区 隐藏的一个产量惊人的 地下毒品生产窝点 不不不 这么大的产能 不应该叫窝点 应该叫生产基地 才更加确切 实际上 我们部里和广东省官厅 与隆平东山地区 开展的联合进行动 都有六次 这还不算 广东省厅 和隆平地方警方 打开的大大小小 不想十字的扫入行动 上一次 就是我跟维冥一手算的 维冥 你先介绍一下请 校长 我们上次行动 让各位领导见效了 其实我们想搞一个 布控行动 就是想摸牌隐藏在 东山和隆平地区的 制毒贩毒基地 所以 你让我现场参观的那次 步兵抓鱼行动 目的本来不是抓过毒贩 而是引蛇出洞 对 剧本构思创作得都不错 此刻机演砸了 出了点疲劳 鱼没咬勾 我是担心意外才刚刚开始 每次的风投过后 乌犯们反而变本加厉 为什么 除了地方政府和政法部门 执法不利 不作为等因素外 我认为 犯罪分子收买了 及格别腐化堕落的政府官员 为他们的力量充当保护伞 有人吗 都一晚上了 有没有人管我 李维民呢 有没有人啊 去去 设计黄雅雅 谁说没人理你 你叫李维民来 你除了李维民 你还相信谁啊 马云波 你叫马云波来一下 你相信马云波 是因为曾经你救过他的命 对不对 你到底能不能找来他俩 据马云波说 你之前你就向他反映过 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 跟制毒分子有勾结 我有证据 像龙平 东山 这种情况 在全国绝无仅有 犯罪分子的嚣张 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这个毒瘤不除 人民的生命和安全 就得不到保障 建国局长提出了个方案 就以513案件 作为切入点 马上组织公安部 和广东省公安厅 成立联合调查组 明天就进入东山 这个联合调查组 就以调查李飞案件 进入东山 这样目标不大 而且操作好的话 可以起到尖刀利刃的作用 我亲自见你一面 李维民 你亲口告诉我 在这次调查当中 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 铁面无私 跑部长 请您放心 如果李飞 是制毒贩毒集团的同盟 我绝不会手软 如果在公安系统内部的 任何人 是制毒贩毒分子的同盟 我绝不会羞受盘管 我向您正中保证 无论任何人任何职业 从事任何工作 只要是占一个独子 我李维民 一查到底